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16日发布新闻稿表示 中国去年以国家安全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名进行起诉的案件增加了一倍 反映出中国政府加强前置和平表达意义的声音 美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16日讨论并通过一份决议案 敦促中国停止强行摘除良心犯器官 这项决议目前在众议院获得了166位议员的支持 媒体人贾家日前由北京飞往香港时突然失联至今已超过两天 有消息称贾家失联或因卷入无界新闻刊登 要求习近平辞职公开信一事有关 中国全国两会16日在北京闭幕 部分访民被地方当局解除羁押 不过仍然有人将继续受到软禁至本月底 无锡访民丁洪分对本台表示 两会闭幕当天 他向一位人大代表申冤 对方连连摆手拒绝 台湾的外交部17号表示 对于刚比亚决定与中国大陆复交 中华民国政府表示遗憾 外交部同时 对于中国大陆在国际上的打压作为 会持续提高警觉 维护国家利益 对方连ondo